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基金经理赢钱币频道,我是基金经理朱sir 我香港证监会的编号是AS-Z711 今天影片的分析内容只涉及我个人的看法,并不扣成任何股票交易的买码建议 今天是2024年9月14日星期六 大家可能觉得比较奇怪,我们今天影片的片头和以往的slogan不一样 我们就不会再在影片中分享我们自己、牛牛和老虎两个仓位 我们就会改成每个月在YouTube社群里贴出来,就不会在影片中和大家分享 原因是因为我们经常被YouTube提示我们犯了YouTube的政策 对我们来说,坦白说,我们真心觉得是一件很困扰的事 我们经营这个频道亦是两年三年,一直都改进 想用这么直接、这么直白的切入分析的重点 看升看跌,还是有未来的方向 一直都是与大家实牙实耻 说清说错,就不会摇头两边摆 又看升又看跌 让大家这么容易明白 让大家就不用在外面听些财演 或者被KO的L 说到是兜了大圈,你完全都不知道它是看升还是看跌 加上我自己也是一个Fund Manager,也是一个持牌人士 但是似乎搞不定YouTube的Policy 但是大家就看到这张图了 这个就是我们的广告平台,我们长时间都被他禁止的 而且我们也知道,我们这两年,特别在港股的部分 坦诚说得罪了很多人 因为我作为一个专业的基金经理 踢爆了很多根本 连牌照都没有的民间财演 这个得罪了很多的所谓的同行行家 我有很多学生 在这一两年加入朱sir的群组 他们本身也有联合过其他财演的课堂 什么是月宫 和赁云冐财nings 了 其拳爸爸备群、某仁和某仁和某仁 我们的学生全部都报告 这些财演的课堂 收到5万或者4万稳 ld para赢了一些赌博式的期判 两边完成 只能赢得到不回财 还能赢得到赢得到很多财 还有人均富了 urgency 所以为什么我这么清楚这群裁员实际上没有了道,只是一群骗子,坦白说 当然,我也不是说自己的分析是一定适合的,坦白说,我也会有分析错的时候 而错了的,我尽量会每一次在YouTube上跟大家分享,情况为什么会这样 以及会不会有些补救方法,有些补救方法 而且我的准程度,我不需要自己说自己,客观等大家评论 看开朱sir的朋友都知道,这个分析的准程度应该是大家客观仍然是有共睹的 全部都是有影片,有图,有真相,有证据 香港也没有多少人,每个月贴仓给你们看,无论输或赢,都是同一个仓 但是内耗我们也要做生意,面对得罪了这么多骗途的攻击 同时又面对YouTube policy的困扰 朱sir虽然钱肯定有一些,不敢说自己很有钱,但起码不穷 不穷也好,那句生意也要做 如果连我都躺平卖,那就是真的不得了 所以面对这么多困难,我们会在这个频道做一些修改 尽量满足YouTube的要求 其他细节,我们再慢慢看看如何去調整 我们也有自由港股票 我们先回覆盘 上一集我们也提到,我们自己的看法 纳指,如果他星期四那晚,万一再大大力扯了几百点上去 可能真的要防他,之后大市会有机会回来 但是他又不是大大力扯上去 他当日升了八点二百点左右 这个情况,我们上一集没有提到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老实说就没什么好办 下个星期就有联储局的议息 市场预期最高的机会仍然是减0.25厘 我自己觉得整个市场对于0.25厘的减息 一早已经是通过股份,弱势的股份跌得太低 强势的股份仍然相对比较偏强 而且你看到近日的市况,偏强的股份是越来越多 所以我会认为减息0.25厘已经是price in 所以我认为大盘的状态 目持仍然属于一个上落的打市震荡市 我都称呼为波幅的环盘形态 你看看朱sir今年首创这个TEMS 迟下又不知道会不会被人抄袭 什么叫波幅环盘形态呢? 你看到它其实不是乘波幅的 它的波幅相对来说是真心比较大的 最高最低位做对了和做错了 其实是差很远的 我们看看上星期的波幅有1200点 说的是纳指100 在这样的波幅里来说是相对比较厉害的 而今星期波幅又有1100点 不过它是升的 之前1200点就是单边跌的 但是纵然波幅仍然是这么大也好 因为你知道1200点相对1700点的基数 可能已经是6-7%了 但是以百分比绝对值 相对比较大的波幅 原来也是在这个 range 它没有终极向上突破 也没有终极向下突破 这个也是猜来猜去的 不断猜猜猜猜猜猜了半场 仍然去回9月初的opening 即是以纳指100 就大概是19500点的水平 那是有比较巨的波幅 还是没有真实突破的走势 未来星期会不会有1000点左右的波幅 畢竟下星期有议息会议 如果市场有相对1000点的波动 也是正常的 那这个波幅在下星期会向上还是向下呢? 那我就会觉得如果它真的这么瘋 这个位置再谷多1000点 那我真的不会硬去高追了 即是说我自己而已 而且万一它真的向上 会不会最终向上完之后 骗了你去高追 让你又以为市场永远都不下跌 又失去低位吸货的chance 又一生一世都不会 美股天下无敌 这个USB trust 你一想起这些东西 它会跟你又继续在原位的opening 到时你又无限被人跌到低一低 又说美国灭亡去追沽 夹到太高又说美国永远都会升100年就追差 那你真是很可憐 那我总结我个人的看法 我认为纳指和其他大国际科技股 都是五个字 总会有低位的 好了 我看完大盘的看法 我再分享过股 我自己个人的看法 首先就是英伟达 英伟达 我自己和我勤祖的同学 早前我们曾经做淡过 就是客串而已 做淡过英伟达 吃了一转 都会跌到100元 那我们就在那些价格 又反手左侧抄底 拿它上去 又炒了一转 大家都可以看到 我们自己两次的好淡仓 也早前又在YouTube社群 分享给大家看 而同时 英伟达也符合我们8月31日影片分析的看法 我自己觉得 英伟达的股价 会进入一个和现在 纳指一样的波幅 的阶段 我觉得我早前分析的准成 而且我自己也有落长炒 我自己在无论学校或对外 都是有分享的 如果关于英伟达 这个点 如果要我在图表上去判断 英伟达所谓的区间 我如何判断呢? 我自己现在大约在118到120元左右 就是相对中价的价位 我觉得它没有那么容易 可以试到140元那些这样的价格 可能你再谷多10-8元 但是始终会认为下方 你说要再试100元 没有说不行的 如果要大幅低于100元 那我真的不太认同 这个就是整体的所谓区间型的看法 而我们就去到Oracle了 上一集我们也有提到 就算是公开频道 我们也有提到 我们也有提到 Oracle的业势是好的 我自己在这里分析过 我们也持有是正股 也不妨再等它上升 我正在说我自己和同学姐 不是说是不实言论 又分享一下仓证明一下 这个仓是有学生的 他在底部里买 一直耐得着直播 之前的AI设计比较劲 它动得比较慢 一定会有人闲言闲雨 但是我的学生仍然是正肯 不理那些一吴声在说坏话 那些风凉话 这一吴声 到现在就占了差不多接近50% 实数是49% 如果连买昨晚星期五最高的价位 真的不止49% 所以也是充分足以证明 朱sir和自己群组的学生 是一早部署了ORICO 不是现在由低位 是短短几个街日 就升了三四十元 才在打罗打鼓 并不是这样 我们是耐得着寂寞 我当时的人闲言闲语 那时就炒了其他妖股 我们已经很乖乖地持有着股份 当然了 昨天的走势 也承认不太好 完全是高开低走 但是我自己觉得 如果放在中海股 可能会比较糟糕 但是在ORICO 我纯粹都没有特别去怀疑 仍然觉得是短期的活力回吐 或者以ORICO这些 是相对比较慢的股份 如果一个月的时间之内 由126元 是谷到173元 如果以一只相对 历史的角度这么慢的股份 即4.5入都快升50元 对它来说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数字 所以有一定的获利回吐 我觉得是可以理解 也重新 其实ORICO很少 对于未来三年的业绩 做出一个比较大的 向上修正的预测 市场预期未来三年 原活在旧的计划中 都会觉得它 纯粹在营收的增长只有10%多 但是现在根据 ORICO的创办人 新的指引 就是由这个相对低的 或者正常的增长 预测到复式增长 这个数字 对于ORICO来说 是一个相当恐怖的数字 因为再重新一次 市场对于ORICO 本身不预期 好像AI的 丧标型股份 在营收和营量 增长到倍数 一早就当作是一个相对比较老旧的股份 不会对它有太大的期望 当你又不是太大的期望 突然间在营收中的速度提升一倍 市场是有一定的 是所谓的亢奋 是相当正常的 就算由高位回到10元 也好 我觉得是经过理性的整固形之后 应该都可以重拾旗鼓的 好了 然后就到业绩大跌的Adobe 不知大家记得 在上一次Adobe出业绩超预期的时候 我记得6月15日 我记得 当天我提过 我自己的看法 Adobe是会慢慢修正上方的大型下跌跌口 即是这一分价位 即是3月份 568元的位置 即是我刚才圈住在这里 结果预言是正确的 这就全部补了 但是现在又说业绩差 又是因为AI又怕它找不到钱 然后又炸了跌口 我就简而清 首先我自己认为 Adobe本身不算有太强护城河的股票 这一点我从头到尾都没有改变过 所以我自己 无论它相对高位或低位 除非你回到太过离谱 否则我都不会选Adobe 作为一个长线的投资 何况在这个价格里 即使是炸了10% 在Forgas的市盈率里 也不见得比其他同行 半同行 甚至一些晶片股 都可能比他更便宜 因此我会觉得 还是坚持这一句 然后就到拼多多了 我记得之前也有几位网友问过 可不可以抄底 可不可以拼反弹 我们之前8月28日的影片也分析过 多天也提过拼多多的走势 我自己看他会暴跌完这一棍后 而在下方高低位地打 是整固一段时间 事价过半个月 回来看 他就exactly在这样的区价 打上打落 亦没有重大的下跌向下市的幅度 当然你想反弹也很难 我自己就不会选择拼多多来投资 其次就在图表的形态上 我会认为一只走势整个结构已经坏了的股份 没理由乱地做多它 这就OK 我会觉得 其实你无论做好做淡 你现在要等到它的技术位是收窄 就是让inen land再走多一终之后 才会有突破性走势 当然我不会看那包括突破性走势 OK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波通 Welcome AVGO 大家都看到 今天虞sir在说话很直接 希望大家可以看到 但我相信有经验的 Exper cuando 当然,你可以来我的免费讲座,在我朱尔尔自己私人的空间,没有人再掷择我的私人空间 你就可以听到我很多自由的,畅所欲言的,有那句说那句,感作感为的分析大使,分享真正的心得 欢迎大家报名我的王牌期权的讲座 这次很可能是我最后一次的王牌期权阻挫,千万不要错过费用全面,可以点击下面的连结报名 到最后,这个博通,这个星期我都觉得他超级劲 他竟然差10元,又回到前历史高位,也补充对博通的看法 首先,论估值的角度,他又迫返回纪录的相对高端,这是无可奈何的事实 但始终我对中场市的角度,我仍然抱着相对比较博通的看法 我不会改变的,我不是因为他现在由低位丧升了30元才这么说 就算你见到跌下来的时候,我都叫大家考虑,如果不怕的话,就分段留意一下 你看我的态度始终对他来说是相对比较友善 因为我始终觉得在晶片的年代里,除了通用晶片之外 AceX的晶片也应该在价量里,中长期都应该有增长势头,而不是萎缩势头 博通的生意应该是因为英伟达是过分垄断的关系,也应该会越来越多 也会得到英伟达是一定的份额 另外,在AI业务我拍,之前主席也说过 在长线的空间,相对今年,就算是AI元年的角度 即是AI第二年,上年是元年,今年是第二年 收入已经增长了很多角度,起码仍然有两至三倍的空间 如果主席不是较逼你的话,对于博通就不应该看得太淡了 因此,博通里,我觉得短期应该没那么厉害,可以破顶 不许是减破也没办法,也不想硬追 但如果不受没有相对低位的情况下,我觉得始终属于一个值得留意的股份 起码如果我不留意,难道我去留意英特尔吗? 今天暂时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订阅、赞好和留言支持 如果想学习奇权的真实知识,在未来减息周期内用奇权去砌美股 我朱sir也在这个广告详细和大家分享 欢迎大家参加我们王牌奇权的广告 我是朱sir,下次再见 大家谢谢 我们欣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